邁入第六屆的大舞籠歌舞文化節 因为疫情影响延到七月举行 日光小林部落族人吟唱鼓调积极排练 就是为了今年穆拉克十周年最终场演出 我之前前几年有在舞团里面 然后我中间出去工作 然后去年回来这样 然后就喜欢跟大家一起跳舞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次学的比较是鼓谣的部分比较多 还没有很熟悉 因为我们还有表演嘛 我们表演居多鼓谣居多 所以鼓谣很多没有背的很好 但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再加强它 现在都是以比较近的场次 像我们现在比较大型的话 就是歌文化节过后 然后我们稍微还会再练习一下 我们的那个九月二十号 然后还会再练习我们的业绩的部分 所以加起来那个练习的那个时间 就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 今年歌舞文化节主题为奇雨 呈现早期曾发生七年饥荒 天空迟迟不下雨 族人就会开始举办奇雨仪式 解除旱象 齐老希望借着这个故事无码 找回传统文化记忆 这次文化节盛会将有许多外地族人返乡学习 并参与演出 我们文化节今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延期了 延到七月四号 我们文化节是一年一次 今年我们因为祭典是三月十五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改曲雨的祭典 今年七月四号要办的是奇雨 奇雨的祭典这样 九月份是那个夜季 夜季是在无理浦办的 所以这一次文化节算说疫情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办的节目这样 当天安排系列舞团表演 文化体验 试集 星光烤肉 欢迎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感受大物龙族传统文化记忆的附赠心血 原始新闻打叫高雄山林采访报导